中国与菲律宾最近是频繁的在南海海域对峙 而如今双方又出现了争端 中国解放军的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田军利指出 菲律宾的39号护卫舰昨天是驶入了黄岩岛临近的海域 侵害中方主权 解放军南部战区随即出动了海空兵力依法跟踪监视 喊话警告拦阻管制 而中国也再次呼吁菲律宾停止挑衅避免事态升级 而实际上中非一周前才刚发生了撞床事故 双方各指一词互不相让